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现在开这台车叫做欧上X5 这部车有一个非常张扬的外形 看起来就很动感 而且定价也非常清明 应该是为年轻人打造的车 昨天这个车回来之后 我们公司一群年轻人对这个车是热烈的议论 好像在讨论的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他们还神秘兮兮 然后他们告诉我 我说这台车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模式 我肯定是没有试过的 我说我开过这么多车 我越车无数 有什么模式我会没试过 然后他们说是赛道模式 我说赛道模式 首先这样一台SUV有赛道模式 我就觉得挺惊讶的 而且他们跟我讲 这不是你所想的那种赛道模式 这个车赛道模式绝对是你没试过的 好吧 我就把车开出来试一试 我说这赛道模式能在马路上试吗 他们说可以的 你放心试吧 好了 我就把它开上了马路 我现在就切换一下它的驾驶模式 我现在 刚才是标准模式 现在是运动模式 然后再来是经济模式 再来 好 赛道模式了 有一个这样的界面 这是什么 哇 这是什么 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打游戏的那种车的喇叭 不车喇叭 车的排气的声音 那是我们打游戏听到那种声音 而且这个声音明显是从我的喇叭这里传来的 我的两边车门的喇叭 然后我试一下 哇 还有一个什么声音啊 那个氮气加速的声音 我一踩 踩深一点的话 你看 在中控台这个屏幕这里 这个车是一个赛车版的O3X5 30号车 好 这段路稍微好一点了 我把速度提起来 哇 原来它这个模拟氮气加速的这个声音 是只要你的油门超过一半 它就会有这个喷色的声音 你看 我这个笑 不是因为这个车它的推备力有多强劲 也不是因为它多有驾驶乐趣 而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界面 这个太好玩了 这个车还有手动模式 我看看 波动手动模式 降个档 三档 二档 哇 哇 它这个声音是真的跟发动机的声音 它不是说跟速度 它是真的跟着发动机跟着档位 它完全跟发动机的真实声音是同步的 而且这个界面我看到它可以显示涡轮的增压值 这个巴速 真的是油门踩深的话 这个巴速会增加 可以显示坡度 可以显示海拔 可以显示当前的加速度 还有你的油门开度 还有方向盘的转角 你看 20度 30度 非常精确的显示 你看将近90度了 方向盘打了多少角度 它都能显示 这个转速表是一个横调的 很像南博基尼的转速表 红区在6000转 上面是档位显示 这已经有点以假乱真了 或者说有些真假难辨了 这到底是游戏还是真实啊 它是个游戏的界面 但是它对应的是你真实的车速 真实的转速 真实的当时的发动机的所有的工况 这个不得了 好 我现在把这个赛道模式暂时关掉 一下子整个车厢里面就安静下来了 其实这台车你用运动模式 你拉高一点转速 它的发动机本身 那个声线也是很畅顺的 只是那个音量 跟刚才那个赛道模式没法比 我同事说 除了可以用按钮来启动之外 这车还可以有一个很酷的 激活赛道模式的方式 也是我在其他车上从来没有见过的 是手势 这个手势怎么样 我已经做了 就是这个手势 OK 怎么做呢 它前面有一个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是用来做人像识别的 但你可以对着它 你看我刚才就对着它这样OK了一下 它这个赛道模式就激活了 你看它又激活了 这个还没完 它这个赛道模式还可以不动手 直接用嘴巴来控制 而且也留了彩蛋 我们来试一下 你好小安 在呢 打开赛道模式 打开赛道模式 有没有发现跟刚才有什么不一样 除了有引擎声 还多了一个摇滚业 哇 嘣吱吱吱吱 嘣吱吱吱 嘣吱吱 好吧 让我把这个音量调小一点 我觉得开这个车不仅是年轻了10岁 可能还不止10岁 而且让我感觉是从这种非常枯燥无聊的繁华大都市 好像瞬间回到了让我们开心放松的小城市 小乡村 或者是回到我们的老家那种很开心很放松的感觉 现在说是说年轻人开始流行乡土风 这个不带任何的贬义的 真的不带贬义 这是我们渴望回归到更淳朴的生活 更加开心的开怀的生活 这个车的赛道模式就是让人很开怀 我不需要这车有多大马力 不需要这车有多快 它就有一个简简单单的车机 配上几个喇叭 配上一点小心思 就能逗得我很开心 这个车机真的很好玩 其实不仅是赛道模式好玩 它还有一些小的功能 所以我们回去 我跟大家再分享几个 我在这个车机上发现的好玩的小东西 好 现在我就把车停下来了 来研究一下这个车机 这台车的车机 其实屏幕并不是非常大的 放在今天跟一些同行比的话 它不是一个最大的屏幕 但是它的位置是一点都不遮挡视线 而且刚才我在开车的时候已经演示过了 一边开车一边用一个余光 看一下它那个赛道模式 其实它这个位置是不用你的眼光移走太多的 这个屏幕的清晰度和流畅度还是相当好 因为我看了资料 它里面用的是一个高通8核的芯片 这个芯片可以让你很多的操作都非常的流畅 而且不仅是屏幕清晰 它的这个360全景影像的摄像头的画面也非常的清晰 你看这个3D视图 能看到我们这台车的3D界面 你看我这样转动 很流畅很快的 一点都不卡顿 这个就必须是屏幕好 而且芯片要够好才可以做到 而且这个小车你看还可以改变颜色 我们这台是红色的 还可以直接调到你这个车真实的轮圈 我们这个应该是19寸的吧 好 相当的精细 这些是花哨功能 它有一些很实用的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它在这个车的这里有一个车框 可以看到实时的胎压监测 车辆的状况的监测 然后车控这里 可以直接用这个屏幕菜单来一键式的开窗 你看 四个车窗同时打开 一键式的关窗 还有透气模式 车灯这些设置全部可以在这里控制 然后除了一些车子本身的功能以外 它还有一个华为HiCar 这个其实就是华为的CarPlay系统 苹果CarPlay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通过手机 把手机里头一些主要功能投影到车的屏幕上 现在这个是华为HiCar 我刚才其实也是第一次用华为HiCar的功能 因为我有华为手机 但我以前一直没有用过 也很方便把蓝牙一打开 其实花了一分钟左右 输入一个密码就配对上了 配对上的时候它是完全无线的 你看它不像CarPlay那样 有的车有线 有的车无线 华为HiCar是无线的 然后这里有百度地头高的地头 有喜马拉雅有听歌 而且它这个反应还是挺快的 地图它也可以直接支持这样屏幕的缩放操作 整个响应还比较快 而且我刚才试过手机设好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导航的目的地 它也可以自动的同步到这个车上面去 所以对于用华为手机的人来讲 这个车还是挺友好的 好了 下面我终于要跟大家讲 这个车的一个保留功能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就是它的K歌功能 在这里 车仔KTV 我昨晚一个人晚上加班到深夜的时候 这个车停在公司 我正好今天要拍它 我就玩了一下这个车仔KTV 还是相当有亮点的 这里有很多歌 我们随便找一个歌吧 找一个成都 你看 看到吗 现在我说话的时候 我的声音已经在这个车的喇叭里播出来了 你看我不需要手持的一个麦克风 而且我在这里动一下 你看 在这个位置它的声音特别敏感 原来是全车都很敏感 来 开始了 不知你的温柔 一路还要走多久 我现在是不是全公司都听到 好了 就是这样玩的 我昨天在这里唱了几首歌 而且我的得分还挺高的 它这里有级别打分 D C B A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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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基本上是打到A级的 应该还可以吧 这个功能相当相当欢乐 昨天我在唱的时候 我是关闭所有车窗 黑乎的在唱 然后唱完之后一趴 过来一抬头 几个同事在外面趴着玻璃在看 他们也想唱 就是这个感觉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欢乐的功能 好了 说完欢乐的功能 我们最后出来看一看 车主的一些实用功能 来 带上我的手机 走 这个车的手机有一个APP 叫做OSUN STYLE 这个APP可以控制一些基本的功能 开车窗 关车窗 开天窗 还有遥控启动发动机 还有鸣底早车 这些其实现在很多车都有的 但这个车还有一个 我刚才说的千里眼的功能 你可以打开之后 可以远程的看得到这个车的前后摄像头 前后左右摄像头 各个摄像头的画面 是远程实实的 比如说我晚上凌晨三点钟的时候睡醒了 我突然有点惦记我的爱车 我可以打开这个摄像头 看看我的爱车周围有没有坏人 又比如说像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车停在车库里 我们也可以打开这个 后面或者左边的摄像头 看看有没有什么 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在那里 你看 好 这个左边摄像头打开 我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偷懒的员工 躲在这里玩手机了 喂 出来 那下面我要演示这个功能 跟这个手机是无关的 你不需要有手机在身上 你甚至也不需要有钥匙在身上 这两个东西我们都把它放下来 我们直接只要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不是我了 来来来 我们找一个帅哥 这个帅哥呢 他录入了他的眼 脸 脸啊 不是眼神 我要说眼神 录入了他的人脸识别 然后这个车在这里有一个摄像头 是专门可以识别人脸的 那每次他过去的时候 来现在你去车主了 对 钥匙也不在我身上了 你过去 哎呦 真的可以哦 好 然后你进去看看 找车 看到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 可以用人脸识别来开门 和开车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就会觉得人脸识别安全吗 好 下面我把志豪赶走了 但是我又把志豪请来了 志豪在这里 我就来看看 如果我变成了这样的志豪 我能不能刷开这个车呢 还是刚才的这个位置 这个距离 来 来来来 我看到这里蓝灯 它正在识别了 但是能不能识别这两边 好像不行 现在变红灯了 红灯就是识别失败了 再按一下 蓝灯 是不行的 来自豪 来 换一个真人过来看 立体就可以 再来这回我进去找车 勤踩刹车 开始人脸识别 是不行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安全性 真的是一个立体的会动的人才可以 哈哈哈 感谢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